大家好,今天是3月1日星期五 3月的股票,一般來說是3月1日交易日 昨天已經是3月期止的交易日 無論如何都好,今天是先跌後升 升的板塊不多,只有三分之一 再看看有哪些是升得較多的板塊 升得較多的板塊還是煤炭 第二日到房積出來 紫棺林業今天跌到第四 銀行今天開始爬上來 留意內銀什麼的可能會升 再看一看 第一板塊是煤炭 煤炭也是 Mongo Mining 這個升得較多 銀髮也是較小的 燕礦也是有升 當然升幅就沒有這麼小的 那麼長這麼多 好,再看一看 好,再其次我們看看 就是服裝和色配這裡 這是很細小的東西 看看上一處 這個煤炭這裡 細小的就是服裝上升 零售也是很細小的東西 影響不可以太多 除了是中國鐘面之外 其次就是紫及林業 也是很細小的東西 這也是對大市的幫助不太大 銀行方面 我們看看 匯豐這些大牛龜會有 有了,農業銀行也有 光大也有 渣大也有 天津也有 東亞也有 聖經也有 大新也有 民生也有 所以很多這些 就是銀行、內銀行方面 開始是應該大家要留意 是不是有移動了 那麼 個別的股票方面 我們看到的 這個升得最多就是美團 不過美團這些是 是日升、日跌 真的 今天升的話 你可以買它 可能明天跌也可以 那就是一般 一般這樣說 我又不敢說明天 即是星期一不再升 基本上是日升、日跌 升的時間、小跌的時間 比較多 因為始終還有沽受壓力 在外面 好了 跟著我們看看 就是大市的情況 大市的情況 很明顯 就看到保利加通道中族 今天最低 就見過16130 保利加通道中族 就是16198 那16130 是曾經跌過 這個中族的 就上回去 那就希望 這個就已經最後一跌 那麼下個星期一回來 就好慢慢升了 當然 還可以好像這些 這樣跌多一點 不過我們 如果在座好友 當然希望它繼續會升 那最不好 就好像這樣 升完之後 咻 咻 這樣就沒有 十分之 無人了